新闻头条关心攸关劳工权益的基本工资调长 劳委会今天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和劳资双方进行协商 经过五个小时的会议拍板定案 基本工资将调涨5.03% 从现行的17880元调涨为18780元 不过劳工团体则是高喊基本薪资应该为23459元 才能保障劳工生存权与尊严 先一早上百位劳工前往劳委会表达诉求 上午九点半劳委会前广场聚集上百位劳工朋友 要求基本工资应调到23459元 场外全国劳工大团结排成一列列的人墙 而场内的审议会正召开有关劳工的基本生存权 希望今天我们能够双方看能不能够拉近那个差距 那么能够有一个共识 怎么样让大家有一个充分沟通的机会 然后能够邻居一点共识 就可能来照顾我们老公朋友 那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期许 那要调这个三十个percent 这是很难在资方里面能够产生共识 所以这一块应该是雄细渐进 因为未来还是会基本公司还会继续上涨 但是上涨的时机跟上涨的多少 必须要理性的沟通 开了五个小时的基本工资审议会 最后决定上调基本工资九百元 挑张百分之五点零三 从原本的一万七千八百八十元 变成一万八千七百八十元 仍然与劳团诉求的两万三千四百五十九元 有段差距 新唐人亚太电视副东李宜君台北报道